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1月26日 星期二 這一節繼續是John Connor跟大家說國際新聞 這節的主角繼續是中國和印度 事源 這個傳媒報導 尤其是印度的傳媒 報導中印邊境 解放軍和印度的軍隊 再次 發生嘔斗 這次 受傷的印度軍隊有4人 而解放軍受傷的人數 就是20人 所以 再一次解放軍 中方大勝 印度 20比4 不過是受傷人數 這個 中國的官方媒體 環球時報 就說 印度的媒體 這個新聞報導 是一個造謠 到底內容是甚麼呢 跟大家 詳細去探討 探討之前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另外我們有位台灣的朋友 他叫我們做特約記者 正確的 我們會 繼續找他幫我們拍一些台灣的影片 大家當作一個 拍短片的人 希望 幫我們發掘多些台灣有趣的話題 讓本台的新聞和Cover的內容再增加 根據《路透社》和《法新社》引述的消息報導 中印邊境在上星期再次發生士兵對峙 以及嘔斗衝突 印度媒體說印軍有四個人受傷 解放軍有20個人掛採 中國的官方媒體出來指責印度的媒體 編造新聞 沒有底線 但承認有對峙事件 到底是甚麼一回事呢 中印邊境在新一輪的軍長級談判 到昨天晚上 才結束 細節還未知道 根據《法新社》的報導 引述東網今天的報導 關於 中印舉行的第九輪 已經到了第九輪 他們的談判 到底有沒有實際成果呢 其實也沒有甚麼 中印第九輪軍長級會談 再傳邊境再次爆發 衝突導致24人受傷 當中中國大比數拋離印度 如果真是的 也挺好笑 其實 絕對 跟我們對於解放軍的理解是相當之一致的 尤其是被派往印度邊境 高原地帶的絕大部分 都是 迫於無奈 沒有錢 當兵的人 被迫派往前線 實際上雖然叫做解放軍 但是到底他們有多少能力 去戰鬥呢 其實會派去 做炮灰的人 多數就是 農村的人 可能根本就是 最基本的訓練也沒有的人 在24日的早上 中印邊境 在 實際控制線的中方那邊 展開了 軍掌級會談 過了兩個月時間 據報 會談也是在中方回應印方 相關備忘錄 之後所作出的安排 大家到底說什麼備忘錄呢 就是雙方 要繼續 持續通過熱線 以及其他工作機制 保持溝通 防止再發生任何衝突的情況 中國外交部也在星期一 即是25日 昨天證實 舉行了新一輪的會談 雙方說會盡快公佈他們的會談 會談的細節 但是與此同時 印度邊境的居民說的是另一件事 印度邊境的居民 知道 早前 有中方的人員 開車 經過印方的道路闖入了拉達克地區 也在該地區 拍照 在一個 衝突邊境的地方拍照 做的事絕對是符合 間諜的行為 印度媒體在星期一的時候 25日 報導中印邊境再次 爆發暴力衝突 當中有20名解放軍受傷 四名印度士兵受傷 但是 印度的 軍方和中國內地的官媒這次也是否認發生過 上述所說 印度傳媒所說的 那種衝突 印度的媒體就是這樣說的 中印上週在接讓中國的印度石金邦的北部 納庫拉那裏發生 新一輪的衝突 有中方的士兵嘗試進入印方的領域 但是遭到印方士兵阻止 雙方於是繼而動武 當時天氣惡劣 印度士兵嘗試將中方的士兵逼退 令到雙方也有人受傷 但是目前 局勢大致上就已經穩定了 中國內地官媒就說 印度傳媒報導是不實的 解放軍的前線巡邏日誌 根本就沒有相關的紀錄 原來這個 解放軍的前線巡邏日誌 真的可以 用來作為證據嗎 中國大陸最厲害就是山改這個數據 他又指兩國前沿部隊是有小磨擦 但是如果有傷亡 沒有可能就不反映在中方的巡邏日誌上 批評印度的傳媒沒有底線 在做假新聞 Fake news 到底 印度傳媒做假新聞還是美國傳媒做假新聞厲害一點呢 現在似乎沒有人可以超越美國 美國的左媒做假新聞的能力已經灌絕全球了 其實他也是私承 共產黨的不桿子 講做假新聞 全世界其實沒有人敢 只能做第一 如果你認做第二 當然這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共產黨 最厲害就是做假新聞抹黑 包括抹黑香港所有 反對政府的人 爭取民主自由的人 全部都被抹黑 一時又說你們是暴徒 一時又說你們是美國間諜 又說有特工在背後 一時又說你們的特朗普輸了 到底哪一件事才是真的呢 麻煩你搞清楚你想說那件事 印度軍方也有正式回應 印度的軍方就說 在上星期三下20日 在這個 納庫拉地區發生的就是一個小型的對峙 雙方已經根據 當時的守則解決了問題 傳媒的報導 就是誇大了事實 到底中印現在雙方的膠著是怎樣 雙方兩邊的軍隊都不會願意撤後 因為大家知道對方 只要你一退後 其實你就拿不回你的據點 所以現在印方 霸佔了一些制高點 死也不會把他交給解放軍 大家知道 如果再有衝突爆發的時候 擁有那些 地點只會更加有利 所以雙方 其實依然是寸步不讓 所以中印雙方搞軍長級談判 是不是真的有用呢 其實 印度整個外交 整個國家的取態 就是告訴你 其實根本沒有用的 印度的空軍參謀長也出來說話 上星期六 印發聯合 軍演的記者招待會上面說 如果 中國大陸試圖侵略印度的話 他們一定就會以牙歸牙 當記者問到他會不會在印度中部和東部的邊境舉行 聯合的軍演的時候 空軍參謀長就說他們不是針對著特定的國家 其實大家很清楚印度這一刻 哪有敵人呢 印度除了以巴基斯坦作為敵人之外 另一個敵人 一定就是中國大陸 大家可以看到 中方 中國大陸 現在對著印度 其實他就是沒有任何辦法 所以 在衝突上面 其實他現在正在做一個策略 就叫做拉布 實際上他就是不想跟印度 有正面衝突 所以 就是不斷地跟對方做談判 實際上中國大陸 根本就是經不起 任何一場戰爭 任何一場戰爭 然後失敗就會導致這個政權 很有機會滅亡 從這個新聞的內容 好像很長 但是其實你可以推測到 中國大陸對著印度其實就是沒有任何辦法 一 根本沒有辦法擊倒印度 二 他也不想爆發衝突 而令到人家全世界知道 作為中國的解放軍 沒有戰鬥力 所以 我們可以接下來預計一下 中方 會不斷 去壓住 不再去搞衝突 我們也看到中方的官方媒體 沒有嘗試 好像挑釁美國 挑釁印度 我們這節跟大家分析這個中印的衝突 先說到這裏 再有最新的消息 再跟大家分享 這節跟大家分享到這裏 拜拜